寧玉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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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玉美學它是我一個 這十年來在業界所產生的一個品牌的想法 寧跟寧這兩個字 寧是代表的意思 它是一個希望盼望的意思 寧它是一個像家寧所的感覺 那這兩個字合在一起就是一種 能完成你希望夢想的一個 像家的環境 我們想要以課為親 以課為親會讓每個前來的 像朋友一般的對待 像家人一般的對待 會讓他們像回到自己家裡一樣是很放鬆 很沒有拘束也不會有任何像商業型的壓力 讓他們能夠回到這邊會覺得 它是一個很自然而然的一個事情 我太太自己她是 護理人員那後來她從醫院離開之後 是到咖啡廳工作 那她其實她的夢想是去經營一間 她自己的小咖啡店 那我的夢想是想要做出 我的品牌的一個醫美診所 所以我們在整個品牌創立的過程中 我就把這兩個東西做結合 這就是我們其實想帶給客人 一種比較跟一般醫美診所很商業化 然後很急促的一個接待的過程 很不一樣的一個氛圍 我們把醫美的產業給客人的對待 是很全方位很全人的 包括說皮膚的一個照顧 包括說一個抗老的注射 包括甚至我們引進女性婦產科醫師 來做的一個女性私密處治療 我們希望是從外在到內在 一個很全人化的照顧 那我的目前的專長是在雷射光療 跟微整注射的部分是我的專長 那我們另外的三位醫師 一位是皮膚專科醫師 那她會在皮膚的照顧的方面 是很全面的 然後我們這邊有非常多的一個 雷射的機器設備 會給她在皮膚的一個治療上 會有更全方位的發揮 那另外兩位是女性的醫師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在女性私密處的這個療程 也會邀請這兩位非常專業的 女性的婦產專科醫師 以及嘉義科醫師 來這個部分做治療 我會把音域美學 營造成一個像家的氛圍跟環境 也就是希望去扭轉在這個時代 很多人對醫美的一些 比較錯誤或扭曲的想法 但我覺得美學它應該是 不管是外在 甚至它是一個內在的一個生活態度 那我希望你們來到女性 是一個能夠很放鬆 你像回到家一樣的自在 那它可以自然而然的 帶領你去成為更好的自己 也不是把你變成一個 也許很好看 但是卻是一個別人的樣子 我們要不要再遷就 我可以不要再講 你會說我會看 然後再講 聽到相關 我開始語詞 一句話 一句話 可以鳴豬 一句話 我會看